上百名業主在當地房管局門口下會 要求政府督促樓盤復工 中國房地產泡沫恐怕即將破裂 標普全球評級警告 20%的中國開發商有破產風險 30%中國地方政府在今年底前恐怕陷入財政困境 中國地產公司恒大瀕臨破產邊緣 7月底公佈債務重組計劃 但外界卻不怎麼看好 上海萬德資訊資料顯示 截至8月8號過去一年 中國開發商已經爆發99起的本國債違約 而國際信品機構惠譽指出 今年上半年中國住宅銷售同比下降32% 而百大開發商銷售更是下降50% 日本經濟新聞分析 由於中國地方政府財政 高度仰賴將國有地的使用權 出售給建商獲得的所得 建商資金短缺 連帶中國地方政府土地所得 將大幅減少31% 中國房地產行業至少背負 多達5兆美元的巨額債務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羅格夫分析 房地產相關活動占中國GDP 29% 這個比例遠高於美歐國家 而房地產危機也將成為 中國就業市場不穩定的潛在因素 新大紀市高級的审美童 正理報導 訪問 dullard 訪問